哈喽,大家好,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期龙女的TAS速通啊 只要是TAS,任何一个角色都很秀,任何一个角色都很厉害啊 首先来到第一关啊,直接是电斧解冻出场画面,然后过来捡上无影刀 再给一个无影刀,削俩兵,让兵出来,然后起火云刀,求两点,把兵跟boss一起清 然后兵出来,再给一个无影刀 看这个葫芦啊,看这个葫芦,直接一个反转,把金角打到右边 然后一个塔压下去,然后再把金角引出来啊 金角哥哥出来的画面,跟塔砸下的画面是重叠的啊 节省时间,最后一个血沙,直接给金角带走 这里来到第二关,打一个红孩儿,平一平一接前冲渣 完成之后存能量,平一平一再接前冲渣,然后起火动 龙女的话,她全程是不存道具的,因为身上一个道具都没有 过场景,系统赠送三个无影刀,可以拿来清兵啊 这样的话,会加快咱们清兵的速度 变小,左一手,平A平A,前冲渣,又是一个往右里拽啊 给他拽过来啊 再平A平A,接兵扇子,存能量,起波动 再来一个波动,直接带走 龙女这个角色的波动,其实挺好用的啊 就是时间短啊,如果是打速通,挺好用的 如果是正常打的话,就伤害确实是不太高啊 这里来到了第三关啊,第三关是龙女的优势属性关卡 平A的话能打到10点伤害啊 前冲渣能打16,所以说她这个平A接前冲渣 伤害特别高,不需要咱们去再去抓波动 平A平A再前冲渣 再打一套,直接推开 完成之后,等她起座 下来躲一手,平A平A前冲渣,直接带走 捡上金刚咒雷电你啥子啊 提前推开 这里来到了杨哥 杨哥也是同理啊 第三关一整关龙女都是优势属性 平A平A前冲渣 再过来,平A平A前冲渣 你看,是吧 这个伤害娃娃掉血 杨哥抢反,直接一个往右里前冲渣 给他拽过来,然后再打 还有一套,直接带走 不让杨哥抢反了 捡上镜子 捡上大剑 来到了虎哥 看虎哥这一段得发挥啊 直接一个提前的电符啊 不提前扔,赶不上扔镜子 这个镜子是一个双倍伤害 再一个大剑给他拽过来 找到右边香坛子的地方 给他卡住 平A平A再给镜子 龙女的镜子是全角色伤害最高啊 就是单说打虎哥 全角色伤害最高啊 平A平A再接葫芦 虎哥抢反是一个坐地 平A平A再接镜子 给他推过去 完事之后 平A接塔 接平A直接带走啊 龙女打第三关确实是快啊 不过龙女的缺点就是 打牛神嘛 这边直接火运刀 求一个三点 完事之后 再一个提前放进金刚咒 再一个雷电戟 雷电戟求两点 需要海胆快起往前冲 刚刚好带走啊 嘿嘿 三个大宝啊 给海胆带走了 最后还预一个钉 把他也给扔掉 这里来到了金鱼精 直接葫芦开 然后起波动 龙女打金鱼精的话 也会比较慢啊 就是龙女有两个boss打不快 一个是金鱼精 一个是牛神 波动只能打到24点伤害 鞋跑 减上玄冰斧 便宜便宜 前冲扎 再起波动 就是你抓的越快 就打的越快 其实大部分角色 打金鱼精都没有什么办法 只有猪哥哥打的 能稍微快一点 其他角色都不行啊 包括猴哥打金鱼精 也是靠着一顿扔葫芦 然后还得给波动 就是猴哥打boss的话 但凡是他需要用波动 来去补伤害 那就是没有办法了 因为猴哥的波动很慢 对吧 这里给一个玄冰虎 玄冰虎伤害比较高 再起一个波动 平A接塔 接平A再接波动啊 反正是伤害高不高 咱都给他摊足了 波动穿过去 平A 然后再平A 平A 接前冲扎 然后接波动 这是在凑伤害 我感觉这应该是在凑伤害 我错了 他不是凑伤害啊 他就是他跳了 跳了之后 找到位置 最后平A前冲扎 直接带走 这边来到了蜘蛛女 蜘蛛女直接给镜子啊 蜘蛛女比较怕镜子 所有人的镜子打他伤害都高 所有人的波动打他伤害也都高啊 连续三个镜子 完事之后 再给一个镜子起一个波动 四倒了吧 四倒了该抢反了 又来一个镜子 先打开 然后抢反 咱们波动 完事之后比他跑得快 再扎回来 一个波动给他带走 然后准备吃镜子 龙女打蜘蛛王的话啊 从左边打会速度快一些 但是比较危险啊 就是前冲扎能打到16点伤害啊 一顿前冲扎 然后雪杀 然后继续前冲扎 雪杀等于前冲扎的伤害 也是16点伤害 而且雪杀还能赚到两点啊 再雪杀 然后继续前冲扎 最后补一个波动啊 这个波动是打出来了伤害 但是并没有波动的画面 然后趁这段时间啊 咱们就开始吃镜子了啊 毕竟是TAS是吧啊 嘿嘿嘿嘿 这小镜子刚刚一顿吃 前前踢 我都感觉他有点刀翅不过来了啊 出的太快 八个镜子 完事之后再吃 哎吃嘛 这个镜子是增加咱们打蜘蛛的速度 龙女镜子打蜘蛛能打46点伤害 这里出来之后 直接前冲扎 前冲扎 然后过来打他强反 给一个雪杀 然后再给一个雪杀 又两点 再前冲扎 前冲扎 前冲扎 带走啊 流血根本停不下来 然后这个镜子是送你一个镜子啊 龙女的镜子打蜘蛛王2多点伤害啊 没什么伤害 所以说咱们没有用 这边把镜子打开吃上 九个镜子走人 这边来到了鹏哥 直接一个塔 塔把他压下去 完事之后起波动 往右推 给鹏哥落位 龙女 龙女打鹏哥也是得抓波动啊 因为大鹏的话 是吃所有角色的波动 每一个人打他伤害都很高 猴哥打76就更高了 因为毕竟这关猴哥的优势属性关卡 跳梯 再起一个波动 后边打白象王就得用道具了 白象王是这一关三个boss里边 防御力最高的boss 起座 完事之后火运刀求两 哎 火运刀两点一个波动 直接打下去了 甚至他还有时间啊 摊了一个桃子 看这边下来 等一下白象王的流血 反手就是一个镜子 然后火运刀求两点 火运刀打到两点之后 平A平A接冰扇子 再回来捡镜子 然后再平A平A 再给火扇子 完成之后再平A平A 接大剑 火运刀还没有用啊 有一个火运刀没有用 火运刀压起身 求两点 哎 这样的话 咱可以提前一半轮进门啊 提前半轮进门 龙女是 因为龙女龙马 他们是转一轮门啊 有两个门是可以进的啊 不像猴哥老杀 只有一个门 捡上塔 捡上手雷 直接进门 这里来到了青狮场景 火扇子解冻出场画面 然后往前跑 省去了打前边所有兵的时间 塔压下来 然后起一个波动 往右推 跑屏幕 跑过来 再起一个镜子 打过来 再一个镜子压起身啊 这个镜子是高伤害 完成之后再起镜子 大剑 应该镜子是要放完啊 火扇子给他落位 火扇子是所有小宝里边 弹道最得接着点 然后再给镜子压起身 龙女的镜子 在这里不用完的话 后边就没有用了啊 龙女的镜子到后边20多点伤害 你拿着他干啥 平A再接一个镜 再一个镜子再走了 然后身上鱼一个火运刀 把它放掉 这里来到了老鼠 完事之后起一个火运刀啊 刚才青狮这里 把火运刀放掉的原因 是因为过场景之后 他要三个五影刀啊 身上一个道具都不剩 系统会赠送三个五影刀 这个火运刀是这关又吃的 看进来之后怎么打啊 龙女的道具伤害 从老鼠这一关就不行了 这一关也是龙女的 优秀土硬关卡 平A平A跟前冲渣打的伤害很高 但是道具伤害就已经开始不行了 最后一关就更不行了 平A平A再接镜子 再起波动 龙女平A打老鼠的话 是10点伤害啊 完事儿 镜子就不行了 镜子就只能打28 平A平A前冲渣 再起波动 波动好像打的伤害不低 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也应该就是40 龙马跟龙女都是40 就是说40点伤害 乍一听不太高 但是对于龙女来讲 这波动能打到40的伤害 真的已经不低了 然后找位置平A平 还是要多打物理输出啊 这个平A10点伤害 前冲渣16点伤害 不贪白不贪 最后再给一个火扇子 加一个提前扔的电斧 再减上电斧 然后来到女魔王 女魔王这里的话 是右上角 要给他落位啊 龙女的平A跟前冲渣 打牛魔王就没伤害了 要靠波动的伤害打 龙女的波动 打牛魔王能打到46 伤害已然是很高了 他最高好像是 也就能打到47 打牛神 平A只能打5点血 前冲渣只能打8点血 因为这一关是火属性 龙女是金属性 属性贝克 所以说就是一顿抓波动 波动抓的越多 把的就越快 存能量 哎 贴身战啊 女魔王垂不着啊 这个位置站的就非常帅 平A平A接跳起 又秀我们女魔王 又秀我们女魔王 正常情况啊 不是塔斯的情况下 手打打不出来这种效果 这里来到了火龙啊 也是一个标准的 用塔压出来 用塔压出来的话 是因为火龙分 分高飞跟低飞 用塔压出来 就是让他飞的低一点 咱能打到他 如果不用塔压的话 他高飞 咱波动啊 前冲渣啊 是打不到他的啊 这样就可以一顿连抓波动 看到没跑吗 这个波动就可以连抓了 这都是因为塔压出来了 一条能量直接给他带走 剩这点血是不到距离啊 咱没有办 没有这个时间 再去充一次能量了 这边来到了牛神 上来就是一个 平A平A接电符 然后接波动 龙女的波动打牛神 是47点伤害啊 对于龙女自身来讲 已经很高了 平A平A接反拽的 玄冰斧接波动 玄冰斧能打66 算是高伤害 唯一的高伤害了 连大剑伤害都不够 龙女的大剑是45 玄冰斧是66 其他的道具就都没伤害了 电符32算高的了 对于龙女来讲 这边使用扔塔的 一瞬间的无敌时间 躲过了牛神的前冲撞 平A就只能打6点伤害啊 然后塔能打28 然后给冰扇子 冰扇子没记错是20 平A平A再接冰扇子 然后再起波动啊 虽然说 瘫的这点伤害不高 但是 瘫一点是一点啊 还是主要靠 波动来打伤害啊 47 变小 最后就是塔一接波动了 然后扔塔 接平A接波动 啊 就是打一套 他隐 隐身 咱就塔一接波动 打一套 他隐身 咱就塔一接波动 就这么就过了啊 没有办法 龙女打牛神 这已经是相当快了啊 这已经是相当快的速度了 好了 朋友们 那就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感谢清新大神的制作 咱们下期见 朋友们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